欢迎收看新一集的不专业开箱 我是乐仔 这次要为大家开箱的就是WCF MEGA的凯多 以及他的山寨就是King Queen还有Jack 这次的凯多入手价是新币24 然后其他三个就在我之前的娃娃机影片有说到他的价钱 就是三个的总华费是40 所以总共是64新币 然后我的是白振的 所以话不多说马上开箱 Let's go OK 我们组装完成了 只可以讲啊 WCF 做的小小这样我装到手多痛 所以我们先第一个介绍是杰克 杰克在漫画里面跟动漫里面很早就出产了 然后讲真的啊最近WCF的那个 因为讲真的这个是我第一次开WCF 我真的对他的做工觉得蛮佩服的 以这样的价钱然后这样的大小 可以做到那些细节都有在 我个人觉得是如果你家真的没有位置哦 你可以考虑从WCF开始收 然后他的价格又清明 自己看他的细节啊 脸部表情啊 肌肉线条涂装大致上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有几强的 King 山寨的最强的吧 照理来说是 然后背后这个特效件也是有做到 然后脸部表情 OK 他现在带着盔甲 脸部表情也没有好解释 这是将真的啊 这些细节啊 你看Nuco细节啊 涂装没有 拖色 没有衣色 然后靴子 裤子 那些该有的细节啊都有做到 然后这个价钱又才十多块新币 讲真的是没了笔了啦 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的 Quiin Queen 这个肥仔跳舞 他手很松啊 一直会落掉 然后这个跳舞的肥仔是 就这样哦 我个人在漫画里面是非常不小的 你看我手一直掉一直掉 头发也是啦 你看 就其实就是 WCF 可能它这种 Mass Production 就可能有些就是 接口的地方会做到没有那么好 然后你看这个刀 因为压在盒子里太久了 它就已经形成弯曲了 它就不会止 可能等一下我把它拗一下才可以拗回去 然后涂装也是没有问题 WCF我觉得最佩服就是涂装跟细节 那么小 可是它又顾得那么好 然后当然来到了我们的 百兽海这一团的老大 凯多 我人生第一只凯多 那时候啊 在甘露坑不久的时候 有想过要买那个预定那个 POP Max的凯多 可是那时候的能力啊 真的是不能够负担那一笔费用 所以就没有买 可能过后有机会再回嘴吧 然后这个凯多的表情就一样是凶声扼杀 这个坏男人就是这样 然后它的这个 呃 纹身也有做到 然后胡子啊 裤子的细节啊 这些啊 没有的比啦 WCF这种价钱给你这样的细节 你不要去跟GK几千块的比啦 二十几块能拿到这样子的细节啊 是真的很好的 然后这一款啊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哇 我转了好久好久啊 就是它的应该也是QC的问题吧 那个洞太小 可是这个支撑棍太大 所以我就硬硬的把它挤进去 不然这个凯多它的重量比例是算是不对的 所以它是不不可能自己站得住 一定要靠这个地台来站 好的今天的开箱就到此为止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WCF是一个很值得收的系列 尤其是你的家没有什么位置啊 然后能力范围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WCF是真的值得追 可是如果你想要追回以前那些已经绝把了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难啊 有些已经被炒到天价了 所以是真的有点难 所以我会建议从新的开始追吧 毕竟旧的东西对它会很美 而且你可能真的很爱 可是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就算了吧 因为以后还是会出一些 可能你看了会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也有机会会再版 所以先买那些刚刚开的预订 你觉得不错的就先定起来 不要到时候后悔 好的今天的小小开箱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